声帐团体的表演 为寒冬带来了一份暖意 而英哥国小利用周末 举办了亲子园游会 特殊的是游新美式议员苏友仁 所发起成立的校游会 所有礼监事出钱出力 这一次制赠了300份的棉被 给予辖区的弱势家庭 想社会上大家都来付出 都来帮助 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就是团结大家团结在一起 击杀成岛 来政府照顾不到的 由民间团图来照顾 这一次暖暖被捐献的金额 全部都由校友会李坚持所赞助的 那包括英哥国小200多位的小朋友 还有英哥区高职 三所国中 其他的六所国小 总共有11所的弱势的孩子 都接受这一个软软被的赠送 那这个真的是再次感谢议员 还有我们所有李坚士的爱心 民运会当天天用状况并不好 不过仍吸引不少家长 及地方各界参加 而校友会的善心意举也为孩子带来了一份最佳的示范 更重要是结合了大家的力量 一起来关心我们英哥国小 弱势的子弟 弱势的家庭 并且可以延伸到我们整个英哥地区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我们苏议员 能够集结这样的力量 希望我们的孩子呢 从小就能够接受到社会满满的爱 正向的能量 岁末寒冬学校举办员员会 也因为融入了社会公益而显得温馨 也期盼抛砖引玉 吸引更多人的加入 中佳新闻 卢秀娟 赵世渊 英哥常报导